北京有着悠久历史和850多年的建都市 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四大古都之一 北京不仅是我国的政治中心 也是文化中心 它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 同时作为全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北京也成为全国高等院校的中心 聚集了全国数量最多的重点大学 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国戏曲学院 便是这些高校中的两所 他们分别作为我国戏剧影视艺术教育 和戏曲教育的最高学府 肩负着培养戏曲戏剧人才的重要使命 也是许多热爱戏曲戏剧艺术的年轻人 兴致神网的象牙堂 中央戏剧学院的排练教室里十分热闹 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国戏剧学院两个学校的学生 正在排练一出新编精剧《金三记》 一周之后他们将要在北京西区剧场演出该剧目 为了将好的演出效果展现出来 无论是丫头龙套还是剧中主角 只要有时间几个人几乎每天下午都聚在排练室里 讨论钻研 没有老师也没有专家 几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名 说着自己对角色和剧本的看法 我们两个学校有各自有各自的擅长 我们学校在精剧的技术技巧 包括传统系的一些方面 会有独到的一些擅长 央戏会比我们要多一些戏学理论总结 还有戏文方面的东西会比我们要擅长一些 所以说通过这次合作也是更丰富自己 彼此都有取长补短 让通过这个戏作为媒介 然后让我们在自己不同的地方都有进步 感觉有点明显 后来你伸这个手 对 这样就行 三人行必由我试焉 两个学校的学生各书己见 取长补短 讨论剧本和表演 因为这个戏毕竟是新戏 全部的都要靠你自己来揣摩这个人物 这个人物怎么走 这个他的思想是什么 他的这个主题怎么来表达 他的思想感情怎么来表达 所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通过排练 跟老师们或者是朋友们 接触下来 感觉自己对这个人物有了一些认识 但是也有很多不足 这些年轻的演员们 大部分是京剧系的学生 可是有一个人却十分例外 他虽然学习戏剧 却并不是表演专业 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读的本科是文学系 研究生现在是二年级 也是文学系 我是从大概十几岁左右 开始学京剧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在电视上 看到了新燕秋先生 然后就下去看程燕秋先生 然后我就感觉他们的艺术就很高妙 然后就想去学习 我是喜欢那个淡绝儿的表演 但是现在咱们的一些院校 是不招收男淡绝儿 因为热爱京剧的初心 李炳辉依然选择了 与戏曲有关的专业 并且一直做着和戏曲有关的学习 其实文学跟任何的表演艺术分不开 西方它有文学的理论 中国的理论稍微的滞后一点 但是它的剧本 传奇 杂趣 处处都是文学的影子 很多的京剧大家就是前辈们 他们其实琴棋书画都很精通 陈贤秋先生 梅兰芳先生 他们之间都文学的素养非常高 所以说演剧和文学是绝对分不开的 在《金平梅》中李平二 应该是差不多是在第14回出来 他与西门庆附会两个人之间相识 李炳辉在大学期间担任编剧 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剧著 《金平梅》进行改编 创作出了新编京剧《金簪记》的剧本 《金平梅》的书里写的最荣重的葬礼 就是李平二的葬礼 又是罗天大教等等等等的 金簪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他与李平二的感情作为真挚 李平二他这个人物打动了我 他打动我是因为他历经磨难 历经那么多的磨难 而且都是感情的挫折 他最后还去追求感情 《复活里》讲马斯洛瓦 《玉堂春中》讲苏珊 他们之间的感情 他们只是那样一反对于一个人 但是李平二有点像是包法利夫人 他历经了很多人 他最后的时候还要对那个感情 有那样一点的归属 这个反而是人性最深处的问题 那我们戏剧不就是要表达人的本质吗 那我们戏剧不就是要讲序 那么一会儿 他很想要讲序 能源コメ的国家 你也不会说 大概是不就是要说 那么一会儿 演出开始仅有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这几个年轻人正在紧锣密鼓地 为演出做最后的准备 勾脸 闭头 换装 掉嗓子 大家虽然忙碌 却不慌乱 可就在这时 一个坏消息打乱了这群年轻人的节奏 你听到我吗 让他们再加强 那个乐队的声音我听不太听 行了吗 剧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这群年轻人 在演出的前一天 音响突然出现了故障 故障原因到现在也没有查清楚 这个消息让这几个演出经验 并不丰富的年轻人紧张了起来 经过反复调试 在演出临开始之前 终于完成了全部的准备工作 晚上七点半演出如期开始 只想当日拼儿大街 就母国民找了飞茶 如今他早已远家马西门去了 今三季讲述了李平儿嫁入西门家后的故事 开篇 李平儿因前世受到了西门庆的冷落 并与异地窦小关商议赴宠的计划 因李平儿和西门庆两人的定情金簪 李平儿得以赴宠 夫妻和睦 其后李平儿戴下林儿 原想安慰人妻 但潘金莲未求私欲 独宠专横 害死了李平儿之子 大事不好料 看无聊 万科他 不好料 万科他不无聊 对对是牌万科抓住之后 终于的同学马西门庆 不要进来借助万科 放上去日记万科 他他他他他他他 李平儿 李平儿因思念孩子求得真相 下地府对峙中可 险些一梦而亡 而后便一蹶不振 李平儿苦痛厌重痒 最终惨死 全剧以李平儿送给西门庆的 定情金三为线索 以二人的情感纠葛为主要内容 揭示了明朝末期 严酷社会生态风的人性悲剧 金三记既继承了金平梅的 故事框架和内核 同时也做了自己的改编和创意 金剧离开传统就是死亡 离开传统就证明它离开了两个东西 一个叫城市 一个叫行当 我们想一想如果金剧没有了这两个 那凭什么称之为金剧 但是没有创新呢 它就会萎靡 就会不会不振奋 因为创新是活力 但这个创新一定是在传统的规矩之下 在它的方圆之内去创新 否则其实把它推向更快的销朗 这群年轻人坚持在创作的过程中 不忘传统 终于在一年前的校园演出中 被投资方发现 将剧目真正搬向剧场公开演出 尽管演出的场地仅有三百人 但是他们却乐在其中 小剧场我觉得是更迎合年轻人 我们的戏基本上都是大学生买票 年长的人有 但是绝对是少于大学生跟白领 他们一听长安没大 可能觉得离自己很远 年轻人啊 而且他们一听彭浩剧场 西区剧场这种小剧场 可能就觉得文艺挺近的离我 对 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年轻人之间有着相似的想法 小剧场中的小戏吸引得更多的 是很少接触戏曲的年轻人 对于这些年轻的观众来说 走进剧场正是他们走进京剧 走进戏曲的第一步 这次票价蛮便宜的 而且整个剧场人也不多 所以你刚自然的话 会很容易融入到这个氛围中 今天看完之后给我感触挺多的 所以我以后应该会在周天 或者是在假期的时候 带我的家人啊 带我的朋友啊 一起过来看 年轻人嘛 有这种年轻人的这种创新精神 敢想敢做 成就的吧 不好的东西 年轻人的会把它打破 这样的会更适合青年观众来欣赏 尽管在演出结束之后 金簪记获得了些许赞誉 但是作为青色的学生团队的作品 这个并不成熟的新编戏 也收到了许多批评的声音 有一个观众深夜就写了上万字的长文来反对 就说 怎么能把金平梅这样的书搬到舞台上呢 你怎么能够 你的戏里面都是成派以前演过戏的影子 你的这个演员应该抖几步 你怎么走了多走了 他看得非常细 看完之后他们说 所有的一个团队说能不能回复他一下 面对质疑和批评 这群年轻人不气馁也不失落 只有请教老师前辈继续演下去 才能将这部新编戏做得更好 让更多的人看见 因为十年磨一戏嘛 我觉得呢就是还得要今天现在再磨合 再改 创出来的东西可能不够不好 还有导致的情况 还有枪搭不上的地方 然后我现在会去导师的家里 我们也会聊 他也会给我一些意见 然后包括成派研究会 北京习曲评论学会 他们的舞会长和金会长都会给我们很多意见 是精心心力嘛 演出时间恰逢六月底 正值毕业季 这些年轻的京剧人 也即将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 他们有的已经被地方京剧院录取成为一名戏曲演员 有的正在考研接受更深的教育 有的则将从事与戏曲有关的工作 但无论是怎样的道路 这群年轻的京剧人都将与京剧相伴 共同成长 共同进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